前半截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从色卧请求开始 向色卧发出个请求 前面不写了 也是HML 那么色卧端这时候返回的HML文件 也是开始先返回HML文件 但这个HML文件里面有一点不同 它后面带了好多Script Script里面其实我们就说是JavaScript JavaScript文件会发到客户端 首先这个HML文件里面 已经包括了一些证文内容了 然后后面会运行JS文件在后边 JS文件运行的时候 是进行页面的局部渲染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数据请求 当我这里边做了一些请求的工作 比如说我这有一个按钮 我想改变一个什么 比如改变某一行字的颜色 或者取一个 我现在点击到底多少数 这个数字 应该填在这个位置 那这种情况 以前如果没有Ajax的话 恐怕我点一个按钮以后 我要再去请求Serva 所以我再给我HML文件 把这个数据填到里面去 然后重新刷一下 那显然很不好 这个很慢 而且用户体验不好 因为它重刷半天 现在Ajax怎么做呢 我当点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我并没有向服务器马上发起一个页面请求 而是通过JS被触发这个JS 用这个JS向服务器发起了一个Ajax的请求 这个Ajax请求的返回结果 当然这个处理这个过程是由此我端得到的 它也不用返回HML文件 无非就是做一个数据库查询 查一下数据库 把我的基础器的数取出来 好 现在是比如1000 我把这个1000呢 这个数据放到一个Json的一个包里 把这个叫Json Json格式 这是我们必须得知道这个东西 放到这个包里 就送到这个 这个浏览器这边 浏览器这边谁收到呢 也是这个JS程序 他收到你返回这个Json文件里面 包括包括这个这个1000这个数字 然后他把这个1000的数字能得到了以后 在DOM里边 又出来一个新一个词啊 叫DOM DOM就是这个 嗯 叫什么 叫 就是 就这个DOM 叫Document Object Model吧 应该这个意思 它在浏览器里面找到应该修改的这个 位置 这个这个Element 这个单元 然后把这1000填到这里边 就完成了我们现在这个工作 那么这个好处 我们刚才你看到显而易见 因为用户不需要重新刷页面 而是只是说我 我用我的程序 JS程序去所有的请求 把数据 指示数据拿过来 然后拿到了以后 我在页面上去修改这个页面那种 我单元的一个值 使得拿到这个效果 那这个已经很大的改进了这个用户体验 因为用户的界面感觉就是没有太多的等待啊 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步完成的 大家注意到啊 我把这时候我把这个这个CPU啊 往这边往这边挪了一点啊 刚才咱们在这个位置呢 我现在往上挪了一点 呃 什么意思呢 这时候已经不完全把所有的任务都在服务器段完成了 而是有很多的工作 包括呃 这个事件 这个点击事件的获取 请求数据 以及得到数据以后 去改变到改变这个页面的某一个一个数 一个单元的这个这个文字啊 或内容 这个工作都是由JSK在在这个浏览器段完成的 所以它的CPU的运算量已经会利用到一些了 也就是说由前端跟后端 还有数据库我们共同分担整个这个计算逻辑 这样的话呢 已经不完全是压在这个服务器端了 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前端跟后端的概念啊 我们在最早的时候 lamp里边还没有什么前端的概念 我们开始在这个呃 在lamp里边讲的时候 而且只有后端没有前端 这你看这里边只有后端没有前端 但是到了这个AJAX时代呢 已经有前端了 因为要用JSK写些程序在浏览器里边跑 前端跟后端在这里边其实就蛮有意思了 那么就产生两种角色了 就是这个站里边有两种角色 这个站里边呢 前端前端站其实没得选择 就是HTML CSS 加上这个JSK的程序员 也就是在在这里 这前端没得选择 因为JSK是事实上唯一可以在 零软器跑的脚本语言 其他的脚本语言其实就没有什么 包括微软做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Leftscript什么的 就没有真正没有被用起来 所以JSK真是唯一的一个能用的 这后端就热闹了 后端简直就是一个 八国联军大战相当于这个 变成前端就JSK后端有一堆语言 Java Cshop Python Ruby 各种各样的语言 各种各样的数据库 所以组成了很多种不同的这个技术站 而且每个技术站呢 还有自己的适应的框架 你像Python 它有个叫Jungle的这个框架 Ruby是Rails 这个是最流行的框架 目前我估计中国也应该是Ruby和Rails 特别流行的一个框架 每个框架呢都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方法 让你用这种语言能够比较快的 简单的高效的实现这些业务请求 这就是所谓的前端后端 所以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啊 说你是前端工程师呢 还是后端工程师 而且如果是说前端 这个没什么好说 就是HTML CSS JavaScript 后端的话呢 那马上就要问 那你是哪种技术站 你是哪种技术站的这个工程师 你是用Ruby和Rail呢 还是用Python Django 这个CShop Java都是各自的技术站 这是不同的 这互相还不一定 一般都不知道 写Java程序 通常不一定会写Python 会写Ruby呢 通常也不会去写CShop 而且这些人通常都不会写JavaScript 因为JavaScript是一个完全全前端的技术 那后端工程师通常也不懂 那好在他们之间呢 他们这个前后端之间 有一个就是Ajax一个东西 在中间挡着 所以你不懂也没关系 你不懂 但是有我在这 你把你的请求协议接口写好了 后面的事就都没问题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前端后端 就这么一个很有趣的这么几个架构 一直延续到现在 仍然是我认为是互联网的主流 在Meteor这个技术来之前 这个仍然是互联网的一个主流 比较典型的就是像最早的我知道是Gmail和Google Map 还有Google 当时的Google Doc 现在是叫Google Drive 这样的一些软件给人家 就是我当时一看就眼前一亮 我当时没有想到 浏览器里边还可以干这么这么多 以前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 现在大开眼界 当然这到Meteor时代 这些都不算什么 OK 那么这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更新的 咱们刚刚讲了Ajax以后 又出了一个更新的 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 当我请求一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了 如果从浏览器这边来 我想请求个东西 第一次请求HTML 返回来HTML数据 Ajax请求获得数据 然后当用户点了一个link的话 比如这里边要说 我要去 里边有一个东西点 点过来 它连接到HTTP的另外一个 或者本site的另外一个页面 Page2 这个时候 实际上是会发另外一个新的请求 到服务器 就是换页面 浏览器会 浏览器会把这个页面内容清空 然后重新请求 然后重新来一遍 这个事情实际上也很正常 也很正常 因为浏览器就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觉得这个体验不好 因为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真的没必要去请求一个新的页面 这个前页面跟这个页面实际很多地方也是通用的 这个很常见 比如我们框架 比如我们这有一个 有的框架是左边是一个菜单栏 然后顶上有一个这个header 然后内容在里边换 比如是这个常见的这种架构 我在这里边如果在这个地方点了某一个这个连接的话 实际上我只要需要把这里面内容换就可以了 对吧 我就没必要再去把整个内容都换掉 这个东西呢 后来就出现出现了这个SPA 这个SPA 这不是那个温泉洗温泉澡 那个泡热温泉 那个不是那个SPA 是Single Page Application 它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呢 就是它内部有一个router 我们把它叫路由啊 就router路由 它干什么事情呢 它的任务就是看你这个页面里边有有连接 如果咱们这有一个 比如从这个地方有一个htp到什么什么 这个page2这么一个连接的话呢 它不让浏览器去服务器去请求 而是自己来处理这个UIL 来决定该显示什么东西渲染什么东西 然后还是啊 JavaScript大名鼎鼎的JavaScript 建设JS 由JS来实现在页面内的render 就是要渲染 那么JS在这个里边起的作用就十分十分大了啊 不现在是最早JS刚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很早 我第一次接触JavaScript的时候还比较 还有些偏见 我说这个玩意有啥用啊 也就是画点什么动画啊 搞得小小小 我们在在美国叫eye candy 就是眼睛的糖果 给眼睛里边吃糖 就这么个 那么玩意有什么用呢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JS现在是老大了 它能够把这个屏幕上的所有东西都渲染出来 那么在这种新的这种架构底下呢 实际上这个浏览器跟这个服务器之间的这个 这个来回的传播就已经不太是以前的那种方式了 现在是请求一次啊 第一次可能建立连接请求了一次呢 服务器就把所有的JS 模板文件等等一股脑中心全都送过来 然后在本地跑JS 由JS控制所有的这些渲染啊 如果需要数据请求 好 我就再问你服务器要 如果没有什么负用 数据请求的话呢 服务器你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你就等着我问就行了 所以在这种这种SPA架构下呢 JS的功能就很强了 而且这个作用也很重要 所以你看呢 我在这又把这个又把这个CPU往这挪了挪啊 已经跑到靠着偏向这个浏览器这端 而离这个服务器端越来越远了 服务器这时候 已经变成了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说我只负责提供这个 你请求的这个JS文件和HML文件 第一次送过来 以后我就等你问数据就完了 当然这个问数据还是AJAX啊 跟以前讲的是一样的 好 这个叫SPA 那么这个时代呢 就越来越理解我们现在更近了啊 离我们现在这个2015年更近的这个时代 下一步就是这个要提下这个命啊 我们刚才在前两节前两页面 我们提到了 你看这个前端语言JScape 没什么好说JScape 后端这么多语言 那么就有一些聪明人想 那我前端已经是JScape 这个是不可能被逆转的事实 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个这个历史了 那么后端为什么 非要学那么 搞那么多种不同的语言 非要让人去学呢 为什么我不把JScape在后端也跑起来 这样前后端是一种语言 岂不是可以用同一种技术的这个 学同一种语言的这个工程师 就可以把前后端都做了呢 不错 结果呢 这个这个几年前啊 四年五年 具体数字我记不得了 这个有一家伙就搞了个Node.js Node 我们有时候简称叫Node 这个Node 实际上就是原来把那个浏览器里边 这个Chrome 就Google的Chrome浏览器里边 那个引擎啊 就是那个渲染引擎 那个引擎叫做V8 把这个V8这个引擎 把它挪到这个服务器端了 在服务器端跑起来 那个解释器的运行环境 就被就被小达的称作Node 这个东西出来的不得了啊 这个有一些这个不得了的这个进步 因为这个他把JS的语言的这个渲染的这个这个运行效率 解释效率大大大提高 以前不行 没有V8之前不行 大大提高 然后呢 让这个原来写JS的这个前端公式呢 可以说我用我现在已有的技能去写我的后端 后端也可以完成了 而且JSK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优点 一个是这个这个这个function 他这个函数是第一 第一等的这个公民吧 在JSK里面 包括这个回调 以及的这个单线程运行 是他的应该是个最大的优点 那么很多人可能就做后端 因为我以前也写后端了 我就开始就很怀疑 说这单线程运行哪里能算是优点 明明就是缺点 应该是多线程运行 这个效率才高 那这个话题 我其实可以组成专门一个话题来讲 实际上单线程在这里边的好处是大大的 尤其是对于web服务器 做web来讲 这是很大的好处 是单线程运行 效率才更高 但我现在不提 这个提起来就太长了 那么在这个新的Node.js出来以后呢 就出现了一堆这个这个新的框架了 也是顺应而生 其中一个叫min 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一次了 这个min这个是叫MangoDB Express Node.js 这几个东西组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站 这个技术站目前在美国也是十分流行的 也是时间不久啊 应该就一两年两三两三年吧 这个这个前后这个开始有的 那么它也是为了也是很好的做这种single page application 甚至不是single page也没关系啊 它也是相当流行的 Angular这个是Google的 Google一被一些工程师搞的这个前端的框架 我这次课题主要是讲Meteor 所以Angular我就提到一点而已 大家知道这么东西就可以了 它是另外一个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前端框架 以MVC作为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 Express是后软的框架了 MangoDB这个是一种非关系型数据库 也是Meteor指定目前Meteor指定的这么一个一个数据库 这些新的技术组在一起就叫做MIM 是一个新的架构 如果咱们有另外的时间呢 可能我们也去花点时间 咱们可以搞一搞这个MIM 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玩意儿